主料,豆子100克,水1500毫升,补料,内汁3克,香葱,榨菜,盐,红油,花生碎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豆子100克加水泡一晚上,放入搅拌机分次加水1250克大成豆角,锅中放入250克冷水,豆角倒入锅中加热制开,这一步要小心。 不要备出来了,先放入冷水可以不糊糊底,我觉得太多了,所以倒了4杯,剩下的做了豆花,准备内汁1.3克,加入一点水融化,这一步在豆浆做好之前就完成,盛热倒入锅中搅拌盖盖静置15分钟,这时温度不低于85度,做好后,一块一块的放入碗中,可以加入红油,我以前有说做法。 花生碎可以借我老醋花生的做法,榨菜碎,葱末,香菜叶,盐,等各种调料,这是剩下的,还可以再做一碗烹饪技巧。 如果你不喝豆浆,全做豆花的话,就放入内汁3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